好,大家是不是都看到我分享出來的部分? 看到給我一個OK,我告訴我 是的,看到有同學進入了 好了,今天是我們的虎中佐樂聰泳全港大作家創作比賽的電子作品教學工作坊 相信大家都知道你的作品有些疑問,有些問題 不知道怎麼做,什麼叫電子作品呢 相信你們都會有些問題,是不是 是,看到有同學進入了 是的,今天都很歡迎大家出席我們這個工作坊 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今天的詩儀,我是Wingbo姐姐 我是Yoyo姐姐 Hello,在這兩段疫情裡面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多元訓練活動都舉辦不到 有些大型的比賽被迫暫停了 變成都會影響了同學你們的一些正常的校園生活 或者是再多之多彩一點的一些活動的生活 而家長方面都要處理小朋友在學習當中 要面對的一些壓力和挑戰 都會擔心同學生你們的身心發展 學習能力和一些記憶力等等的反應 我們的主辦機構,聰明教育,事前基金 對於啟發學生不同的智能發展已經有15年的經驗了 在這個疫情嚴峻的環境之下 我們都希望各位同學你們都可以有效提升你的學習能力 了解自己的學習意願 制定一些不同的學習策略給你們的 相信每一位同學你們會有不同的能力 會有不同的優點 所以我們都會提供很多不同的學習機會給你們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成為同學們你們一度重要的橋樑 學習就會事半功倍了 我們主辦機構聰明教育一直秉持著沉浸濃郁 厚積待發的意念 以活潑心動的演藝方式 培養學生每天都閱讀不同的中英文篇章的習慣 今年同樣我們都是無懼疫情 一直都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比賽 無求可以令到同學你們的學習生涯增添一些色彩 所謂讀書破萬卷樂不如有神 希望透過這個比賽令到同學你們一展你的寫作才華 一起享受文字創作的快樂 好,有些同學剛剛進來,我們先讓他們進來 OK 那很開心我們今年 苦中作樂聰泳全港大作家創作比賽的總參賽人數是有超過一千個學生的 那在這裡我們都很想多謝這麼多老師從堂的協助 和同學們的認真 才可以入圍到我們第三階段的比賽 那 那相信呢,參加了這個比賽的同學 都是有一個共通點的 就是他們都有參與我們聰明教育核下的MySmart ABC 和啟慧中國語文兩大學習平台 而你們都知道參加這個比賽之前 是一定要閱讀了和完成了五十篇練習或者以上 才符合這個參賽的資格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搞這個作家的大賽呢?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發現你們在 在閱讀不同的主題 題材的文章的時候 無意中在腦裡面都有很多的畫面 是和編文有關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這些畫面 可以培養同學你們的創造力 希望透過這個比賽 可以將創造力發揮出來 將一些很有畫面的故事 可以延伸下去 成為你們獨一無二的故事 那所以呢,我們就很感激 有這麼多位同學的參與 希望你們透過這個比賽 都可以有得獎 好,那接下來 同學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不知道 到底進入了第三階段的作品提交 是有什麼要求的嗎? 有同學知道嗎? 知道可以舉手一下給我知道 有同學留意到我們作品要求需要什麼呢? 有同學知道啊 好,嘗試說一說 是不是有個同學舉手 好,我們嘗試讓你們說一說 Hello 編文要多過100字 哦,這個是小學年級的同學 是不是? 嗯,對的 是,那你之前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已經提交了你的文章 那你應該是要 你是要 過了你的要求的那個字數 你就延伸將你的故事作下去 那就符合了這個資格 我們才會讓你來到這裡 就是你的第三階段 那第三階段到底是什麼呢? 那同學,你們有些迷惘的時候 麻煩你就拿一個筆記寶和你支筆來抄底 好,那第三階段的時候 那如果同學仔 你們有留意我們的官方網站的話 你們會知道 我們需要同學 你們將你的作品 入圍作品 就是你在第二階段 給我的一些文章 交給我們的一些文章 那就把它製作成為一個多媒體形式的 就要重新演繹過 製作是五分鐘以內的一些短片的 那你在短片的開頭 必須要說下你的文章標題 就是你是取自於哪一篇的文章 是用哪一篇的文章去製作下去 那這個作品格式呢 必須要是WMA、MP4或者AVI等等的 相信很多同學都有很多很有創意的想法 想去做 那現在這個階段 你們就可以發揮你們的小宇宙 可以利用電子多媒體 那就是有些什麼呢 例如有錄音 聲效 圖片 動畫 簡報設計等等的 或者你們也可以像一個Youtuber那樣 對著鏡頭錄五分鐘以內的影片 用你們的方法去講故事給我們聽的 那之後就來到大家最關心的東西了 就是怎樣評分呢究竟 那評判就會根據你們電子媒體檔案的模式 內容、聲線、表達方法和製作技術去評分的 那有些同學呢在之前參加這個workshop之前呢 已經交過一次作品給我們的了 那如果你參加完這個workshop之後呢 還想修改你的作品呢 你們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們在7月15號之前呢 去遞交你們的作品就可以的了 那我們就會以你最新傳過來的作品呢 做最後的參賽作品的 OK 那最後啦 當你們交了作品之後呢 我們在7月17號去到7月29號期間呢 我們就會將你們的作品去發佈到我們的官方Facebook 進行一個什麼呢 進行一個投票的活動 那這個投票的活動呢 同學們你們可以每一天都在Facebook那裡投票啦 可以叫你們的親朋戚友啦 快點登入去Facebook那裡 幫你們的作品打氣啦 那麽呢 我們可以 可以給這個QR Code同學仔你們看一下啦 你們可以用你的手機拍下它 可以用你的手機拍下它 或者現在直接掃描那個QR Code 是的 看到那些同學仔都已經在做了 給你們一點時間看看 那你可以拿一個電話啦 掃描這個QR Code 然後呢 你會看到我們官方Facebook的主頁的 那在這個主頁裡面呢 記得Like了我們的Page先 那你才可以優先掌握到我們最新的動態啦 投票一開始呢 你們可以第一時間知道啦 可以馬上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啊 給你的家人呢 去幫你打氣幫你投票啦 那為了給同學仔你們 更加清楚到底我的電子作品 我們幫媒體作品是應該怎樣做呢 那我們呢 都特地去幫你們去製作了一條參考的片段 那同學仔呢 你們可以跟著一陣子 我們去做的一些參考啦 給個大的方向和例子同學仔你們的 那事不宜遲啦 我們一齊去看片先 好了 那事先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們的一段短片啦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是誰出賣了他 好 大家聽不聽到呢 聽到比較OK 我聽到段片的聲音嗎 好 我們繼續吧 留心點看著啦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是誰出賣了他 森林入面 狐狸雖然刺蝟的美味好久了 但是一直苦於刺蝟的一箱硬刺 只要狐狸一靠近 刺蝟就會捲成一個大刺球 搞到狐狸一點辦法都沒有 刺蝟和烏鴉是好朋友 有一天 刺蝟和烏鴉在這裡聊天 烏鴉就很羨慕刺蝟有這麼好的海鴿 他就說啦 朋友 你一身的海鴿真是好好啊 就連狐狸都沒有你苦啊 刺蝟經不起烏鴉的吹捧 就忍不住跟烏鴉說啦 其實我的海鴿都不是沒有缺點的 當我全身捲起來的時候 在肚子有個位置是不可以完全捲起來的 如果向著這個位吹氣的話 我會頂不住痕 然後就會打開了身體的了 烏鴉聽到就覺得好驚訝 原來刺蝟有一個這樣的秘密的 刺蝟講完之後就跟烏鴉說啦 這個秘密我只是跟你說的 你一定要幫我保密啊 如果傳出去給狐狸知道的話 我就死定了 烏鴉順勢旦旦旦地 肯定他一定會保守這個秘密 沒有多久 烏鴉就落在狐狸的爪下 就在狐狸準備要吃烏鴉的時候 烏鴉就突然想到刺蝟的秘密 他就跟狐狸說啦 狐狸大哥 聽說你很想嘗嘗刺蝟是什麼味道 如果你放了我 我就告訴你刺蝟的死穴啦 狐狸眼珠一滴就放了烏鴉走啦 而烏鴉也對狐狸說出了刺蝟的秘密 後果可想而知 在刺蝟被狐狸咬住柔軟的腹部的時候 他很絕望地說 烏鴉,你答應過幫我保守秘密的 烏鴉,為什麼你要出賣朋友啊? 小時候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還會生氣烏鴉出賣了朋友 但是後來我慢慢領悟到 當自己都不幫自己保守秘密 又怎樣要求別人去幫你保守呢? 好啦,各位同學 是不是大概有個概念應該要怎樣 好啦,那雖然剛才我們製作的這段短片 是根據某一篇文章的故事去製作的 但是各位同學 你們是需要用回你們自己的作品的 記住啦,那你就不是要演繹 你本身看那篇文章去做一個多媒體的形式 或者電子書去遞交第三階段的作品 不是這樣的 而是要用回你們自己本身 在第二階段裏面交了給我們的作品 那你的內容我們可以接受有少量的修改 但是當然不能影響到主線內容 那同學仔,到底這些效果 或者是這些文字啊,圖畫啊,或者聲音 是怎樣加進去的呢? 那同學仔,你們可以用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可以用螢幕錄製啦,這樣去錄製 到底這個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呢? 那我們可以分享一段教學的短片給你們看 那你們可以有多一點的想法在裡面了 好,那相信大家剛才都已經看到我的示範啦 那其實剛才剛剛的示範只是其中一個方法啦 也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powerpoint轉做video這樣 那現在我都可以很簡單的去教一教大家是怎樣做的 那首先呢,相信大家都已經有你們的文字版在這裡的啦 就好像我這個這樣啦 因為你們之前應該自己都已經打了出來的啦 那首先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呢 就是好像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先看一看 那你看到我第一頁呢,是會有 那些篇文的名字啦,還有日期的 那你們就只要把它copy回去第一頁呢,就可以的啦 那大家可能 你們都會看到我那個 powerpoint是比較花效的 那其實 因為這些 這樣的範本呢,其實 上網你就這樣打powerpoint template呢 就已經有很多的啦 那你們可以自己跟回 適合你們的風格 去找回 相應的範本 都可以的 又或者你就這樣 用回powerpoint本身裡面 內置那些範本都可以的 好啦,那copy完了 那大家你們會看到 就是大家 你們都知道大家的篇文呢,是很長的嘛 你會看到很長的嘛 那沒可能一次過copy都在一頁那裡啦 那所以我們就要把 那這堆文字呢 就斬件 就可能 大約10至20個字一頁 大約差不多啦 因為太多字真的 會壓到很小顆 很難看的 好啦,那copy完了啦 那我先copy到我的powerpoint那裡 是啦 那就這樣啦,copy下去 那大家都會看到啦 現在有 對文字在這裡啦 就是十幾二十字這樣啦 那你也會看到 旁邊呢,是有些插圖的 那其實本身呢 這個範本呢 是沒有插圖在裡面的 那這些圖呢 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本身它寫著白色的而已 那至於怎樣加這些插圖呢 那首先你們 就 上網打 關於你們的故事 你們需要用到的 圖片啦 那例如因為我的故事呢 是講狐狸啦 刺蝟啦 還有烏鴉的 那首先 那我就要找回關於這些這樣的圖片啦 刺個save全部下來先啦 那你們可以一路整一路 一路 一路找都可以的 你們沒什麼所謂的 然後怎樣加呢 那就按插圖片 刺裝置 那我就先加一隻狐狸 那大家會見到啦 我這裡會有一條黑色的bar在那裡 那我一定要 那我要弄走它 要不然就會 很呃 很硬啦 那就右按它 然後你們看到裁剪 然後呢 就把它移上去啦 移… 那你就會見到它墊走了 按高一點 對啦 然後多刺旁 再按回它 那就可以縮小它啦 對啦 那你就可以放回你想要放的位置啦 對啦 那你要看到啦 那為什麼我會加這兩隻東西在這裡呢 那因為我這… 現在我這段文字是講狐狸和刺蝟的嘛 那所以我就加了它下去啦 那因為呢 如果這樣加 這兩隻東西呢 就有些單調的 那我就會 會加個太陽下去啦 那就按插入 我示範多一次怎麼加照啦 按插入 圖片 齒裝置 然後呢就找回我 save了的太陽 你看到畫很大喔 那我就要把它縮小啦 縮回一個對的尺寸 然後就 擺放在適合的位置 那其實我都建議大家是選擇一個白色的底去做你們的背景啦 因為其實你都看到很多照片呢 都是白色底的 那如果你是其他顏色的底呢 那你就會像我現在這個這樣啦 就變成黃色底啦 那就是這裡就有一個白色底的圖片啦 那就是很奇怪的 那但是如果沒有呢 都可以先頂住的 那所以就建議大家選擇白色的底啦 那之後啦 好啦 copy完這段啦 之後就 到下面那段啦 好啦 你看到之後就要copy之後的句啦 那我先copy回去先 好啦 copy回去啦 那你會見到我只刺蝟呢 都有很多不同款的刺蝟的 那因為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編文呢 只有三個主角啦 那如果我全部都用同一款的話呢 就好像很單調啦 那我就會 例如刺蝟呢 那我都會找到很多不同款的刺蝟 下來的 對啦 有幾款啦 那就加完之後那些先 之後那些文字 那因為呢 這裡就說刺蝟和烏鴉呢 是好朋友啦 那所以呢 我就會加回 那隻烏鴉在那裡的 那好啦 大家會見到啦 這裡就是烏鴉好事務的刺蝟 那他就說話了 那說話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加一些對話框下去啦 好像這個這樣 那大家會見到 那這個就會好像有個對話框框那樣啦 那這個就會有隻烏鴉在那裡啦 就好像一隻烏鴉在那裡說話那樣啦 那這個框框其實是可以放大縮小的 是啦 那就是盡可能因為想這些字大一點的話呢 那就盡量把這個框框放大它啦 那這些字就可以大隻一點啦 那大家見到啦 我在這個刺蝟講話的時候 就這樣加啦 那為什麼會分了兩邊呢 那因為 呃 刺蝟講話實在太長了 那 因為為了 那些字母全部簽一塊啦 那我就分開 斬開了兩部分 然後就再放下去的 是啦 就是這樣啦 那好啦 弄完那個PowerPoint了喔 現在弄完PowerPoint了喔 那之後要做些什麼呢 那就是要錄你的故事啦 那因為你除了文字之外 你還要有聲音去錄那些故事的嘛 那怎樣弄的呢 那就按檔案啦 因為呢 我就發現其他的 的PowerPoint 就是 例如 Google Google的PowerPoint啦 那還有其他呢 都是做不到的 是 Microsoft才做到的 現在暫時發現是 那你就按 那好啦 剛剛再說一次啦 那就按檔案啦 那你們會看到一些選項啦 那就按 建立視頻 這個就會有幾個選項的 那如果正常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沒有錄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教每一張是多久啦 那因為 現在我們是要錄 六個故事嘛 那不可能每一張都是同一個秒數啦 那所以就 按上面 按中間這個 使用錄製的時間無可怕 那按一下 那就是錄製影片啦 那錄製影片的時候呢 那它就會彈了你下一個PowerPoint啦 那你再按一下 按一下呢 它就會出現了 你的PowerPoint出來的啦 那呢 你錄那一頁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 按中間這個圓圈啦 那你就錄啦 那你錄不對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按這個 重新錄製 你就可以再錄的啦 那好啦 你錄完下一個了 當我現在錄完第一頁啦 就說我今天 要說的故事是事實出賣了他 那你錄完這一個啦 那就按下一頁啦 那就再錄這一個啦 都是按圓圈 圓圈啦 那就錄了 那之後呢 之後你就會有個停止的按鈕的 你按著了之後 就會有個停止的按鈕啦 那如果你發現 好像錄得不太好啊 那你想再錄過呢 就再按這個重新錄製啦 那這個重新錄製呢 就不是真的要由頭再錄過的 只是你 停留在那個 版面的那一頁 去錄過的而已 那你就可以慢慢錄啦 錄好多次也可以的 那就 錄到你滿意為止啦 那你錄完這一頁啦 你又再按停它 然後呢 就再按下一頁 又再繼續錄 如此類推啦 這樣錄啦 錄完整個啦 好了錄了 錄到最後啦 然後呢 錄完啦 然後呢 就按回出 回出 然後呢 再按回出影片 那呢 就有它自己在錄了 那錄完之後呢 大家就會發現 就會在電腦的文件裡面 會找到的啦 那例如可能 應該會放在下載那個位啦 應該Windows和MacBook應該都會在 下載那個位的 如果沒有呢 大家就要自己再找一找啦 好啦 其實大致上呢 就是這樣的啦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要 將你 找到的所有素材呢 放到那個PowerPoint上啦 然後之後 再把它 按回 好像剛才會出 然後錄完影片呢 就可以做到一條影片出來的啦 那 就不是很難的 大家可以自己試一試的 對啦 就是這樣 OK 謝謝 各位同學仔 是不是都明白了很多呢 是不是都已經把剛剛的重點記下了 大概知道怎樣 原來我用PowerPoint呢 不只是可以 可以表演的 原來我都可以製作一個 類似電子書的形式的 我們就需要你在這個比賽中 製作一段 類似這樣的 多媒體電子的影片啦 那就交給我們 作為參賽作品的 OK 那 假設如果同學仔 你說 哎呀不是喔 我都試過很難喔 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的話 最簡單 最簡單 同學仔 你們可以用相機 或者是用手機啦 那我們手機 普遍現在我們都會有相機的功能 都可以自拍啦 對著自己啦 那你可以在對著鏡頭 說回你自己的故事出來 用你的方法去講故事給我們聽 我們都會接受的 好 好了 那現在會不會 有些問題想問我們呢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舉手 然後 我們會解答你的問題 或者大家如果害羞的話 可以在那個聊天室裡打得OK 好 有同學仔問學生需要出鏡嗎 假設呢 如果你是用我們剛才的一個方法去製作你的電子作品呢 你是可以不用出鏡的 好像剛剛我示範的一個PowerPoint給大家看 這樣 那你都不會看到學生你們自己的樣子的喔 但是你會有聲音去代替 代替了你的樣子 代替你的樣子去講故事啦 你用聲音去講故事給我們聽啦 逐步逐步的 譬如好像每一頁 你都會有不同的排序喔 不同的次序喔 怎樣去 演繹呢 就要靠你們自己的聲音啦 那所以呢 這個答案就是 同學仔不一定要出鏡的 對了 那好像剛剛我們給大家看到那段影片啦 其實由頭到尾呢 都是只有一個姐姐去錄的而已 那所以你看到刺偎的聲音啦 或者是嗚啊的聲音啦 那其實是源自同一個人的喔 那所以同學仔你們都可以自己試一下 怎樣可以分身這麼多的角色呢 那都是一個技巧來的喔 都很有趣的喔 那所以同學仔你們可以慢慢去嘗試一下 在短片裡面錄了之後呢 自己聽回有沒有些東西需要改變的呢 有需要改善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重新錄過了 好像我們剛剛教你的方法這樣 重新錄過 錄到你滿意為止呢 你就可以保留下它 交個作品給我們去評分啦 還有沒有同學仔有問題呢 還有沒有同學仔有問題呢 Hello 是不是有同學仔有問題呢 剛剛看到有同學舉手的 有同學或者應該有老師問 是不是呢 如果是拍攝講故事的視頻提交會不會影響到評分呢 那最主要呢 我們希望這次同學仔是會運用一些技巧啦 去製作你們自己的短片 或者是一些電子書以多媒體的形式啦 我們可以多看一次我們的評分標準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那首先呢 評分標準裡面呢 我們包括了一些內容 聲線啦 表達手法啦 製作技術 都是佔20%的 那當然啦 如果同學仔你們想嘗試一下 用自己的角度去講故事的話呢 當然我們都會很歡迎啦 那但是如果譬如你可以加到一些圖畫 或者是製作一些電子書的時候呢 那有機會這裡會加分一點的喔 那因為在評分標準裡面啦 假設如果聲線這個部分呢 其實當中包括了一些效果聲的喔 就是一些聲效啊 那譬如你的故事需要一些下雨的情景的時候呢 你們會不會加一些聲效是一些下雨聲呢 那這些我們都會計算在內的喔 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我剛才看到有同學仔問說 用電腦弄了一半 發現PowerPoint錄不到音 是怎樣錄不到音呢? 是不是電腦那裏 就是可以開麥克風說一說呢? 紫程同學啦 我看到你有麥克風的話 你介不介意開麥克風告訴我們呢? 那個PowerPoint呢 它錄不到的 因為我是用電腦錄的 然後我試過呢 放在iPad那裏呢 都是不行的 是不是一定要MacBook 我想問一下 不一定 是不是 如果可能電腦的PowerPoint會 弄到一些 因為可能始終可能iPad那些的功能 很多 還有可能電腦錄不到 是不是還沒有開麥克風 就是可能 你要看一看你那個Input 是不是已經用了麥克風 我再試一下 因為我昨天弄了 但是我就發現電腦 然後我就以為電腦錄不到 然後我弄了iPad 但是也是錄不到 不知為什麼 可能你要試多一次 因為有時候用iPad 或者用MacBook 它們有一些東西會先鎖了 因為它有一些安全的監管 所以它某些功能它會先鎖了你 那你看一下設定那裡 會不會有一些可以 是可以調校允許 或者一些權限的時候 你才可以順利錄到音 或者製作到你這段影片 假設如果有Window的話 就普遍都可以做得到 那可以先試一試 好 麻煩你 我再試一下 好 有沒有同學有問題呢 好 有家長問呢 或者有同學問呢 你的短篇有沒有時間限制 好了 剛剛如果有聽過我們的講解的話呢 我們的時間限制 普遍我們都會跟同學要求 你們要求你的電子作品 是需要在五分鐘以內的 無論你是多少年級 無論你的作品有多少字都好 好 你的電子作品必須要在五分鐘以內的 那假設呢 如果你是外出五分鐘的話呢 有機會會影響到你們的分數 有機會 好 還有沒有同學有問題 好 那如果各位同學 你們沒有問題的話呢 你們就要加油了 那記得我們截止日期什麼時候呢 有沒有同學回答我 知道嗎 知道嗎 我們第三階段的作品 提交次之的期 是嗎 好 有同學舉手啊 你知道嗎 指情同學 7月15號 7月15號 看看是不是 我們剛剛已經分享了多次給你們看了 7月15號是對的 那我們需要同學請你們製作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7月15號之前提交 7月15號之前提交 7月15號之前提交給我們 那我們專業的評判就會逐一幫同學子你們計分的了 OK 那有同學子剛剛問請問前半段的故事要提 如果你的作品裡面呢 你如果不提及 你本身那篇文章是 大家不明白你的故事主線內容 是說什麼的話 你可以有輕微提及的 你可以說回簡單 一個簡介就是 上一篇文章 你是說什麼的呢 所以你的延伸故事會是怎樣 這個你可以簡單去交代 但是絕對不可以成為你的作品的一大部分 你的作品裡面 電子書裡面必須要是 大部分都是你自己的寫作文章 你自己的作品來的 是的 那就透過一些電子書的形式 去演繹你自己的作品 那你如果說 如果我不說回本身那篇文章 大家不明白的 那你可以簡單交代的 OK 好 暫時 各位同學都沒有問題 那你們呢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抹下我們的聯絡方法 OK 那我們的聯絡方法呢 就會是 如果你需要打電話 去問一些問題的時候 麻煩你們打251 3822 去聯絡我們 打電話給我們 那你可以在電話中 問一些關於這個比賽的問題 啊 節制日期啊 等等其他資料 我們都可以回到 那如果一起交文章 或者一起交作品的話 呢 你也可以發送一個電郵 就是infoatmysmartedu.com 那詳情也可以 瀏覽我們公司的官方網址 我們主辦機構的官方網址 或者是我們這個苦中作樂 全港大作家創作大賽的比賽網址 那大家都可以拍一張照 保留下它 有什麼問題可以上去看一看 好 那最後呢 祝同學仔 你們可以順利做到你們自己想創作的一個作品 那好啦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話 麻煩你們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逐一去解答你們好不好 OK 那加油啦 各位同學 希望下一個階段見到你 拜拜